他们信靠耶稣的程度是怎样呢? 由1%至几十% 很多人觉得 不用那么全心信靠 我能够办法 总之我信耶稣 这种心态在末后的日子是很难站稳的 因为在末后的日子 我们看到现在的疫情变差 我刚看了新闻看到现在一千多万人有感染 并且有些国家又反复反弹 有可能有些隐形带菌者 这种菌如何传播我们都不知道 这真的可以是末后的警钟 希望大家知道 这个世界不是永远的 这个世界是有个尽头的 在这里我会再简括 讲一讲 末世基督徒是需要面对大灾难 因为这个信息实在太多人没有接受 而且在网上太多人说到 快被提了 有些人甚至说2020年就会被提了 其实是圣经并不支持的 我将证据简化了 将它简化了 大家可以容易拿到的 首先就是讲一讲大灾难对于我们有什么帮助 其实叫我们的信心更加炼静 在比特前书一章七节 叫我们的信心寄备事业 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清赞荣耀尊贵 这要讲到我们的信心被试验之后 就比那些火试验过的金更加宝贵 比较金更加永存 在耶稣显现的时候就可以得着清赞荣耀和尊贵 就是说在一个危难的时候 我们看到初期教会 初期教会 这里有一个图 讲到初期教会 有些人被狮子咬死 基督徒被狮子咬死 看上来很惨 但在那些日子 基督徒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放弃耶稣 另一个选择就是全心跟耶稣 而全心跟耶稣的时候 是可能被捉去扔到狮子坑 或者其他的方法追杀 所以在那时的基督徒 是会站得很硬 坚持信耶稣 但也有些人跌倒 一定有人跌倒 而在末世的情况 比起初期教会更加严重 为什么呢? 初期教会只是局部性的迫白 但末后是全面性的迫白 是全世界 因为基督徒会掌估很多国家 所以基督徒是需要站稳 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而心态是有力 我后面的信息 大部分是说 有力 如何得胜 如何靠着耶稣 是不惧怕的 因为神会掌管一切的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说 哎呀死了 惨了 我们很惨了 我们现在很没力了 我们现在随时被人杀死 不是一个负面的心态 而是一个很正面的心态 在这里我就很简单地讲一讲 一些很肯定的证据 而事实上我也研究灾前被提灾中被提 他们所谓的证据是非常间接的 比如他们说 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 就讲到七教会的书信 之后就没有再讲教会了 这个不是一个肯定的证据 只是一个推论 假设 启示录是顺时间次序 所以二章三章 讲完七教会就不再讲了 所以教会在地上消失了 这个只是一个假设 而事实上启示录是重复讲末日的 如果大家留心看法 第六印第七号 第六七碗 又有羔羊坐在云上 扔快炼刀 又有列国的哈米吉多顿的争战 还有有十王的争战 还有不同国家的王 一起和羔羊争战 都是讲到每天 重复讲的 所以启示录并不是一卷 顺着时间次序的书卷 而是一卷用不同的角度 就是好像若翰上到天上 看到这个角度 又看到这个角度 又看到这个角度 那么多的角度放在一起 并不是顺时间次序 贴上来的后书二章一节 那里讲到 我们就不详细读了 很重要的第一节 轮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 和我们在他那里聚集 就是说 讲到耶稣降临 和我们去那里聚集 我们是谁呢 就是基督徒 我包括保罗自己 我和其他基督徒一起 去他聚集 那就是说 是讲到基督徒 见到耶稣和耶稣在一起 而后面再解释清楚 这个日子是什么意思的 因为那日子以前 哪有尼道反暗事 还有有大罪人 就是沉伦之子显露出来 又讲到最后 第八节 主耶稣用口中的气灭绝 是耶稣回来的时候 他口中的气 就是说是近距离 不是说耶稣不在 是真的在 面对他 所以那个日子 就是耶稣回来 用荣光废掉他 就是说那些基督徒 等到耶稣聚集 什么时候和耶稣聚集 就是耶稣降临的时候 而那个时期是什么事的 就是有尼道反教 就是很多人离开神 还有有这个大罪人沉伦之子出来 他是抵挡主高堂自己的 所以这个就是敌基督 而敌基督活跃的时候 就是大灾难的时期 所以这段经文所说 就是说在大灾难时期 基督徒仍然在世上 并没有被提 包括保罗都未曾被提 直到 他说到耶稣降临 和我们对他聚集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耶稣降临 用他的荣光废掉他的时候 那个日子就是 是耶稣回来用荣光废掉他的日子 在那个日子 我们就会和耶稣聚集 因为这段经文讲到 基督徒什么时候见到主的降临 和主一起聚集 所以这段经文讲到 和基督聚集的之前 发生的事 就是有敌基督出现 还有很多人离开真道 还有耶稣降临 废掉他 而另一个经文 有很多前书15章52节 就讲到 一杀时窄眼之间 浩同活次趋向的时候 那时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扭坏 我们也要改变成为不扭坏和不死 我们既变成不死 经上所记的话 死被得性吞灭就应验了 就是说到那时死亡再没有存在 耶稣基督復活的时候是胜过死亡 但圣经没有说那时死亡被吞灭 是直到这个时候 圣经才应验 在耶稣復活的时候 也有些基督徒死了 他们復活 也在大灾难的时期 两个见证人 他们也死了又復活 但那时候并没有说到死亡被吞灭 但是当这个集体的基督徒 復活的时候 那时死亡被吞灭 那死亡被吞灭就是基督徒不会再死了 而基督徒不再死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大灾难之后 因为大灾难基督徒会死的 所以这个经文也很清楚说到 基督徒是会变为不死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大灾难之后的 然后这个经文说到被提了 就是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神的好吹响 然后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復活 然后我们又包括保罗在内 和他们一起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就会永远与主同在 这里说到就是说 保罗会复活和被提 而被提呢 在《弗律比书3章20》 那里说到是主耶稣 亲自从天降临的时候 就将我这个悲战的身体改变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就是说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基督徒就会变为 和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 就是说 《弗律徒前书15章》所说的 变为不捞坏和不死 所以基督徒就会变为不捞坏和不死 这样的时候 将这些经文放在一起 上句就是《弗律前15章》 下面就贴前四章 《弗律前15章》就说到 他们会变为不死 死亡被吞灭 有复活和改变形象 而《弗律前15章》就说到 耶稣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复活和被提 而被提的时候 和耶稣在一起 一定会改变形象 所以这两个经文 都是说到保罗有份 他说我们 他说到我们 大家上课都看到有我们 下面有我们 绿色的字是我们的 那就是说 两个经文都说到 复活和改变 保罗只能够复活一次 只能够改变一次 所以在这两个经文 是同时应验的 同时应验 就是说被提的时候 就是 是死被得性吞灭 不再有死亡的时候 总括刚刚所说的是什么呢 圣经讲到 我们聚集到耶稣那里 是有什么发生呢 就是在第一个经文所说到的 就是说有敌基督出现 然后耶稣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和主耶稣一起聚集 而这个时候 废掉的基督 就是大灾难 结束了 在最后的时候耶稣回来 而下面两个经文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什么时候和耶稣一起 被提 就是当基督徒 復活 不再死亡 和和耶稣永远一起的时候 这个也是在大灾难之后 因为这两个经文 保罗不会说 两次復活 两次改变形象 而临前十五章说到 死被得性吞灭 一定是大灾难之后 所以两点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什么时候和耶稣一起呢 就是敌基督被废掉 降临的荣光废掉 而第二点 就是死被得性吞灭的时候 我们被提 而基督被废掉 就是大灾难之后 死被得性吞灭 也是大灾难之后 所以基督徒是需要面对大灾难 面对大灾难 其实耶稣一起 并不是很恐怖的 我下面就说到 当我们全心倚靠神的时候 神会给我们很大的力量 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我们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在平安的日子 太多基督徒 他们觉得可以倚靠自己 多于倚靠神 如耶稣很清楚说到 马太六章二十四节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忽这个爱那个 就是仲这个乡哪个 所以你们又不能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不能够同时侍奉神和马门 但是太多基督徒 他们是挂着世界上的事 心不在耶稣那里 只是很少的时间去祈祷 很少的时间去亲近神 很少的时间去荣耀神 他整天都是想着 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事 这样的时候 基督徒就没有什么力量 为什么这么难 带人信耶稣呢 因为太多基督徒 是没有基督的生命 没有基督的平安 喜乐力量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是很多烦恼 不开心 急躁 为他的事情忙碌 实在太多基督徒 在这个平安日子 他们是没有重臣得力 但是在逼迫的时候 反而基督徒 因为那时候要么就死 当他跟着耶稣可能死 而当他不跟着耶稣 他是会失去救恩的 太多基督徒是什么 懒惰 说闲话 爱世界 容易情绪化 恶毒 恨人 或者是不冷不热 这是太多基督徒的情况 接下来说到不同的点 在末后的日子 我们可以如何得力 第一点 就是相信神掌管一切 我们就刚强壮胆 在启示录十三章五节 又刺给他这个仇 说夸大舌毒的话的口 又有权并刺给他 可以任意移行四十二个月 我发觉在启示录 是多次说到 有权并刺给他 有权并刺给他 可以任意移行四十二个月 给敌基督 那这个权并是谁给他呢 是不是魔鬼给他 魔鬼有没有权并说 你可以受这个敌基督的系统 一定有三年辈的时间呢 魔鬼是没有这个权并 所以刺给他的是谁 是神 有些人说 为什么神要给他呢 为什么神要给他呢 就会觉得 好像神你都不理我们 你为什么会给基督 那么大的势力 给魔鬼那么大的势力 但这个时候 也是一个试验的时候 基督徒在这个时候 必定要依靠神 一定要全身依靠神 不惧怕死亡 反而神可以做大的工作 如果现在的基督徒 个个都没有力量 基督徒的影响 这个世界上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个个基督徒都多亲人神 没有神的能力 被四年充满 时事爱主的时候 我们的见证是很有能力 我们为人祈祷也很有能力 但甚至太多没有这种能力 因为他们觉得靠医生 我不是说不找医生 而是说他们完全没有相信 祷告圣经说到 我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没有相信神质是赐给我这个权并的 好了 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 既然一切基督的行为 他们所有的势力是神给他的 即是说 启示录所发生的末后的事情 都是神容许发生 神容许发生的时候 神一定成就他的计划 神一定使用爱主的基督徒 去成就他的计划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需要惧怕 死了死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哪里有食物 哪里有保持我们的生命 怎么可以逃难 在这个时候 圣灵会跟我们说话 我们不需要害怕 因为神掌管一切 因为太多基督徒一看到危难 第一就说 不行了不行了 死了死了 但当我们知道 神掌管 这一点是最基础的 启示录多次说到 是神掌管 是神赐给他权柄 所以神赐的权柄 也会给基督徒有权柄 虽然有基督徒会被杀 但是我们的见证 在当时被杀的时候 都会荣耀神 令到有很多人 看到基督徒那种力量 他们就去信靠耶稣 好了 而另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基督徒一定要有 这个分辨真理的能力 马太二十四章二十四节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大其事 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这里讲到 就是说 在末后的日子 是会有假基督假先知出来迷惑多人 他说 如果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这个在末后的日子 而基督徒需要什么呢 分辨真理的能力 真是知道什么是真理 哪些是圣经所说 哪些不是圣经所说 当我去研究末日的时候 我发觉很多基督徒 他们说到关于灾前避体 他们并不是能够说出肯定的证据 而我说出肯定的证据的时候 有些人是不肯接受 因为他们太过难接受 因为他们的心里面 太过相信 一向相信的东西 而看到圣经 说到 我们基督徒见到耶稣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 基督降临 废掉的基督 也是死亡被吞灭 在大灾难之后的时候 但他们拒绝相信 他们正在等待 什么时候被提 这样的时候 他们是被迷惑了 其实这个教导 是令到很多基督徒被迷惑 他们就没有准备好 没有准备好 在大灾难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有大灾难 有很多基督徒 圣经讲到 有很多基督徒跌倒 还有很多古灵精怪的教导 是多得不得了 有些人就说 保罗说的不是真理 保罗说的不是真理 保罗就是最小的仕途 他说的不是真理 有些又说 这个 万德效应 圣经已经被人改了 所以圣经在很多地方 不能相信 亦都有这个东方闪电 亦都是这个全能神教会 是很广传 他们传很多的影片 很多的相片 当你在网上搜寻 关于耶稣的时候 是弹出很多是全能神教会 所弹出的图画和影片 我希望基督徒是分辨清楚 他们所说的这个全能神教会 是很矛盾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有个女基督 但是很奇怪 这个女基督居然现在失踪了 没有人再说这个女基督 只是说神已经降临 这个女基督如果真的是神 神来到世界上 耶稣来到世界上 是不能隐藏的 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 他的言语行为 他的作为 是被人看到他是真神 现在女基督是没有任何的证据 亦都现在失踪了 都不知道他去哪里 我曾经跟一个全能神教会的人说 他就说他很相信 我问他一个问题 你仍然相信这个女基督就是 这个女人是不是女基督 他说是 我说好 请你把他的广道拿出来 因为如果他在世上 他一定有广道 但是他拿不出 这个人根本没有这个权柄 他根本没有显出 他是神所派来的 那我们要分辨 但是有太多人相信 所以我们听到任何的道理 一定要分辨 还有太多基督徒不去查经 不去识经 慢慢看圣经 逐句说话 逐句去解释 这样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分辨到真理 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 而圣经说了 我们不能够取消 也不能够加添任何的东西 圣经说了 我们不能够取消 也不能够加添 好了 另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忍耐到底 马太十章二十二节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秘众人恒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我们刚才所说的 第一 我们相信一切权柄在神的手里面 第二 我们相信就是 圣经的能力 我们有分辨的能力 第三 就是忍耐 就是靠着耶稣 坚持到底 我坚持信靠耶稣 我坚持跟着耶稣 这样我们才能够得救 得救不是一次 我相信耶稣就得救 在圣经里面说到 有些杀种在浅土上 当有迫白的时候 即时 这个种子就死了 或者落在荆棘里面 就死了 圣经是有多处说到 很多人离弃真道 有一个道理叫做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那个看法就是说 他们如果是得救 因为圣经有说到 神所拣选的羊 是没有人能够从他手里奪去 但问题是 这个羊 是不是一次信耶稣的人 就是神的羊 一次信耶稣的人 是不是就是得救的人 就是永远得救的人 而我觉得 那些羊 神的羊是哪些 就是一直信主到底 圣经说到一直信主到底不是一下子信主 有很多人一下子信主 他并不是神所拣选的人 就是他们说神拣选的人 是不会失去救恩 这个是对的 不过问题是否一次信耶稣就是拣选的 还是一直信到底的 有些人 他根本已经离开了神 也没有回头 并抗拒神 很明显这些人已经失去救恩 当然我们会救他 但是 就是说只是相信 我信过耶稣 我曾经决致过 表示过信耶稣 不代表是真的得救到底的 也都很紧的 末后日子非常重要 就是完成大使命 马太二十四章十四节 这个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的 就是我们一定是传阳福音 然后末期才来到 然后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 在一个大灾难时期 我们如何得性呢 是靠羔羊的补血 耶稣的救赎 和所见证的道 他们见证耶稣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我们得性是怎样呢 就是当我们完全依靠耶稣 去见证耶稣 有耶稣的生命去见证耶稣的时候 我们才能得性 所以基督徒是可以完全的得性 就是当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并且去见证耶稣 亲近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有力量了 另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不让群体的压力影响 马太二十四章十节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户 贴上人家后书二章三节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尼道反教的事 在这里也说到 有很多人跌倒 并且彼此陷害彼此恨户 当然跌倒 就是说他们曾经信耶稣 以后他们离开神 然后他们陷害和恨户 就是说他们曾经看上来 好像是回信耶稣的 回教会的 但后来他们跌倒之后 还陷害和恨户 因为敌基督就会说 你们如果真的拜敌基督 你们要出卖哪个人是你以前的牧师 哪个是以前牧养你的 哪些是你的信徒的朋友 你就要告发他们 而这些人 他们就会拜敌基督之后 他们就会告发其他基督徒会陷害的 这样的时候 那些是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逼你去拜基督 这样的时候我们要站稳 真的可以是你的祖长 可以是你的牧师叫你 你也是拜这个 这个比较厉害 你看他多厉害 他能够叫这个寿长 开口说话 你看他多厉害 这个才是真神 有人会这样跌倒 这样的时候 就算这个人是以前的牧者 祖长、领袖 或者是其他的基督徒朋友 我们都站稳 不要因为人陷害我们 我们就愤怒 他陷害我 我要生气 而是我坚持依靠耶稣 我知道有些人会跌倒 我就靠耶稣站稳 还有必有离道反教的事 其实那个情况真的很混乱 在教会里面有多少人跌倒 你所认识的基督徒有多少人跌倒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知道我们的信仰 我亦都在其他的教导 有讲到一点非常重要的 我们是悔改信耶稣得救 这个是永远的真理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我们是悔改信 靠耶稣的赦罪和拯救 不是只信耶稣医治 不是只信耶稣医治 而是信耶稣为我钉十字架 赦免一切的罪 拯救我的灵魂 我就得救 但是信心一定会有果子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而圣经讲到信心有什么果子 我讲出有六样出来 有两样是和救恩有关 就是他会继续悔改离罪 和继续信靠耶稣 因为圣经很清楚讲到 如果有人在情欲的事里面的时候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当人在情欲里面的时候 这些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即是在罪中是不能承受神的国 还有这个人不是真信耶稣 信耶稣不是就是头脑信 是接待耶稣的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明的人 就是接待耶稣做救主和主人的 这些人他们是有永生的 好了 第三、四就是和关系有关的 就是尚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尚在我们里面 就是和耶稣有生命的关系 这些人就是得救的 就是持续得救的 接着就是爱主 圣经讲到 在高伦多前书十六章讲到 若有人不爱主 者有人可助可就 就是信耶稣是会爱主的 最后两样就是行为 就是遵从神 马拉提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指 那里讲到 凡清风的主呀主呀的人 不能都尽天国 唯独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进去 因为很多人 就只是说信耶稣主呀主呀 但是他不能进入天国 唯独行天父才能进入天国 即是说 不只是口话信耶稣 而是真的 生命根据耶稣的 才是得救的 而甚至有些人 是他会奉耶稣的名 行异能 赶鬼 医治 他们都可以不得救 所以我们要坚定我们和神的关系 我们是信靠耶稣 但是同时我们结出不同的果子 是什么果子呢 我再说一次 继续悔改离罪 继续信靠耶稣做救主 继续亲近神 看圣经和祈祷赞美神 继续爱神 继续尊重神 第六个是侍奉神 侍奉神 任何荣耀神的地方都是侍奉神 但是生羊就是没有做在主的身上 他们要进入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所以那些人是不得救的 他们就没有去祝福别人 侍奉就是任何方式 我们去祝福别人 去荣耀神 去爱人 帮助人认识耶稣 和在主里成长 就是侍奉神的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靠主站得稳 不受这些影响 这样的时候 有什么事发生都好 我们都坚定的 接着呢 我们全心倚靠神 从神得力和供应 不向恶势力屈失 不向敌基督屈失 在启示识13章17节 那里讲到 材料受印记 和有寿命 或者有寿命数目的 都不得做买卖 这一点是很多人就会放弃的了 因为那时候你去买菜都没得买 你想买个面包都没得买 你想要卖东西 你有的金器 你有什么东西你想买都买不到 因为可能那时候 全部是用数据的 全部都是用这个寿印记 有这个寿命数目 就是好像一个barcode 在你的身上 有这个数目才可以做买卖 那时候很多基督徒说 没有食物就死了 死了怎么办 那我是不是也要拜 但我们知道耶稣说 他的食物是什么呢 是遵行天父的旨意 很特别 耶稣的食物是遵行天父的旨意 因为神我们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 神要我们活着 摩西西纳山上 四十宗的东西 他都不用吃 不用喝 所以神是有能力 我们宁愿死 就算没得吃 我们死就由得去 接着呢 在基督律十四章九节 很清楚讲到一点 非常重要 若有人拜受和受像 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 者人也必喝神大露的酒 在火与流氓之中受痛苦 如果有人拜受和受了这个寿印记 他会在火与流氓之中受痛苦 有人曾经问我 如果我拜受受了受印记 你由我后悔行不行 在这个经文很清楚讲到 受了受印记 拜受的 是要进入流氓的火里面 是永远不能够出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能够向任何恶势力 不可以向迪基督屈膝 我们靠着耶稣 一定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因为神是掌权的 我第一点就是说到 是神给迪基督有这个权柄 所以神也会保守他的儿女 而这些试验 所有的大灾难的试验 都是为了令到基督徒更加一个时候 单单依靠神 因为那时候都已经没有食物 有些人说 不如储粮 其实储粮你储到多少 储水你储到多少 根本储不到多少 所以这不是一个解决方法 解决的方法 是单单依靠神 好了 然后依靠神有勇气 路加福音21章28节 一有这些事 你们就当挺身昂首 因为你们得熟的日子近了 那哪有力量呢 就是我知道得熟的日子近了 迪基督的时间只有三年半 神也可能可以减短 因为耶稣说 减短这个日子 到底是减短三年半 因为减短什么 我们不知道 到时我们才知道 但总之我们知道 得熟的日子近了 就算我死 我都不放弃救恩 我们挺身昂首 勇敢 当然挺身昂首 不是去举报自己 而是我们挺身昂首 去传福音 去救别人 亦都兼顾真正的基督徒 和基督徒一起聚集 祷告得力 靠着耶稣得到公认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挺身昂首 有勇气 在那时候 不是说死了死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死 在那时候只有一个选择 怕死的 他们就去拜敌基督 但是我随时都可以死 这样的时候唯一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我靠着耶稣 我死也不怕 死就死 就算受苦 人受苦到一个程度 就受不了 我们就会死 所以受苦我们不用怕 也可以求主耶稣接我们的灵魂 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害怕 但是有些基督徒还没有预备好 所以我鼓励大家 真的在末日子 要训练基督徒站得稳 因为有些基督徒会怎么样 他是忍耐到底 不过他就天天都说死了死了死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我了 很惨啊很害怕啊 这样的时候 他是没有力量没有喜乐的 其实在末日子 我们一样有喜乐有力量 耶稣快要回来了 我们所做的神是喜悦的 就算我被逼巴被杀 神都喜悦 神就会祝福 神也有计划 神会和我们说话 神会带领我的 所以我什么都不怕 在末日子 就算得救的人 也有一些是很惧怕 但有些是肛强壮胆的 好了 另外一点就是被神带领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亦是给我们很大的应许 马太十章十九节 你们被交的时候 必要思虑怎样说话 话说什么话 到那时候必似给你们当说的话 这个话 你不用想 怎样说话 或者说什么 就是说什么内容 和用什么方法说 你和旁边的人小声说 一大声说 是怎样说 用什么方法说 我们不用想 甚至 神可以叫你用他的话 譬如我们被 捉了我们的人 是不是说广东话的 又不是说英文的 是说一些我们不懂的话 在那时候 神会指教你当说的话 那这点告诉我们 神会一直陪着信靠耶稣的人 耶稣也说 你全方向万民听 接着会怎样呢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就常与我们同在 圣灵也常与我们同在 跟我们说话 所以那时候 人经历神是会很不同的 神会说 你今天要立刻去哪里 你怎样方法可以有食物 或者你怎样祈祷可以不用吃东西 或者你怎样坚固这个人 圣灵如果他会跟我们说话 说什么话也都会帮助我们 在未被人捉的时候 如何生活下去 所以那时候的基督徒 可以很有能力 当他们习惯聆听神 有些人就说 聆听不了 那我就鼓励大家 你留意第一个声音 你一定听到是什么 犯罪的时候觉得不舒服 圣灵会提醒的 这个就让我们知道 习惯了 圣灵一提醒我 不要犯罪 去悔改 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圣灵的声音 或者圣灵提醒我们 听到的时候 看圣经的时候 如何遵从神 我们就留意了 立刻回应了 或者圣灵叫我们 向哪个人传呼应 或者帮某个人 我们就去留意了 或者圣灵帮助我们 处理我们生命的问题 我们也留意 当我们留意惯的时候 我们就会留意到圣灵的声音 那我自己 是很多时候留意到 圣灵教我 如何去教导 那这个就是 圣灵在我心中的声音 我希望大家都会相信 今天圣灵同在 将来圣灵更强的同在 因为那时候 圣灵会亲自指教 每个基督徒都会指教 当时的话 不过有些基督徒 他们就不惯听圣灵的声音 到时就不知道 是不是圣灵的声音 就会有些怀疑 有些犹疑 我希望大家 习惯了聆听神的声音 神的声音的特色是什么呢 是与圣经相符合 而且在这个情况 是适合我们 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留意到 这些声音 意念 是当时帮助我们 也很多时候 与我们本身的意念 有不相同 有时候 我们本身 可能想一些 会害怕 会惧怕 担心 但圣灵的意念 与我们的意念 是相反的 好了 下一点 就是说 虽然有圣灵的危险 仍然坚定的信靠主 必定得胜 还有额外的能力 和大的赏赐 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 弟兄圣过他 是因羔羊的血和 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圣灵 这个讲到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如何靠耶稣不怕死 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圣灵 这个就是说 在任何的生命危险 任何的危险之中 都站得稳 那这个呢 有些人就说 死了死了 那我真的很害怕 但我们就说 我们为主而死的人 殉道的人 是有福的 还有神会给我们 额外的恩典和力量 我们在这个时候 平安的日子 我们就站稳 平安的日子 见证耶稣 不怕人的拒绝 见证以靠耶稣 神就祝福我们 我今天的信息主要是什么呢 是想鼓励基督徒不要做那些不冷不热 只有1%跟从耶稣的基督徒 而是我们越来越 更多跟从耶稣 整个生命毁身 到迫伯的时候 我们就算要死 我们也不怕 其实到时候 我们没有选择 有些人 他是会殉道 但如果我们已经不怕了 我们就说 神就算我死就死了 就算被折磨 就被折磨 但是神你一定纪念 和神会赏赐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心里已经有了准备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站得稳 希望大家都靠着耶稣 站得稳 现在站得稳 到时就有力量了 到大灾难的时候 基督徒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放弃耶稣 另一个选择就是全心毁身跟从主 我们这里对比的 写着没有中间路线 这个时候 是会把人分得很清楚 第一边就是拜寿的 右边是不拜寿 左边是不受寿的印记 右边是不受寿的印记 左边放弃耶稣 是当时他有食物 似乎是有 不过其实圣经说到 将来在灾难的时期 在7号的时候 已经三分之一的水和海已经被毁灭 这样的时候 三分之一的树被毁灭的时候 根本就算是拜寿的 都没有食物的 全心跟从神的 他买不到食物 不过他可以依靠神 左边的 他暂时保住一条命 但右边的 他只能够依靠神 不要以为依靠神的 死快点 未必的 他依靠神的时候 神会给他压外的恩怜 压外的力量 压外的喜乐 我希望大家深信 走耶稣的路是最好 因为他是全能的神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然后左边的 他是被敌基督利用 甚至叛倒人 去把人拉他 离开基督 然后右边的 神会喜悦 以及供应他 加力量给他 供应他的需要 然后放弃耶稣的 所以在第五号 是极之痛苦 因为开了这个无底坑 就有黄虫出来咬他们 他们受痛苦五个月 他们想死也不能死 也有其他日子 这个寿的国是暗了的 所以拜寿的人 并不是有永恒的福气 其实他们也从来没有福气 他们在魔鬼之下 他们是很不开心 有很多烦恼 在罪的捆绑 在邪灵的捆绑之下 在启少爷说到 那些灵进入列国的王 带他们去打仗 列国的王 被邪灵带领 即是他们一定有邪灵附体 而那些士兵也应该被邪灵附体 所以在末后的日子 只有大规模的人 邪灵附体 很大可能 很大可能 拜寿和受恩基的人 也会同时受到邪灵 所以他们会一直被折磨 但是全身委身跟从神 会如何? 他灵命大大的成长 他会有力量 他更加从神得力 而放弃耶稣的结局 是永远沉沦 但是委身跟从神 神一定赏赐 神一定加力 今天赏赐 将来赏赐 而大灾难的目的是什么? 是分辨人的生命 以及提升真基督徒 在那时的基督徒 真的信耶稣 他的灵命一定会提升 为什么呢? 他真的要靠耶稣才有食物 所以他一定要有很多的祷告 他一定要靠耶稣才能面对碧巴 他一定要有很多的祷告 他都会听到圣灵的声音 所以他那时跟神关非常密切 也当他有机会传福音的时候 他是更加有见证 因为他有很多 你看看基督真实的出现 圣经的预言真实的应验 就被人知道 真的是这个是末后的日子 而在末后的时候 也有更多的异能神迹 那麽多前书十二章九节 就是神会赐给他信心 赐给他医病的恩赐 行异能 作先知 辨别诸灵 神会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 但是不亲的神的人就没有这些恩赐 也有很多人抗拒 他们抗拒觉得 神是不会行神迹的 但是马尔福音十六章 很明显讲到二十章二十节 那里讲到 有神迹随着他们正实所存的道 神迹的目的就是正实所存的道 而《前书十二章》 讲到各样的熟灵恩赐的时候 讲到很多这些超自然的恩赐 是没有讲到会停止的 是没有讲到会停止的 就是说这些恩赐是会持续下去 一直会有这些恩赐 一直到底的 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更加会有强烈的恩赐 就是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有更加强烈的恩赐 有强烈的信心 相信神会做神迹其事 之前我没有词到的 就是有智慧的言语 和知识的言语 在他都没有可能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会知道一些事 能够带领他 譬如他知道哪里有危险 哪里没有危险 知道如何帮助某一个人 他更加有能力为人祷告 还有会有医病的恩赐 行义能 作先知辨别诛灵的恩赐 这个到时是会更加强烈的 重点就是不要等到大灾难 才和神有这种关系 才这样经历神 如果神以将来会做 今天都可以做 我靠着那家 加给我的力量 凡事都能做 就是说我们基督徒 现在可以有能力 现在可以满有能力 那我们就不是等到 将来才有能力 不是等到 我到大壁伯的时候 我就会有能力 是现在有能力 这些信息 是给大家 基督徒有一个提醒 我再 跟我回头 跟我回头 就是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们是有什么要建立的 第一 相信神掌管一切 就是 就算现在这个疫情 有些人 他经常只说一件事 因为疫情快要过去 那我都盼望是 也都可能是 不过不要只是看 疫情快点过去 而是我们在疫情中 如何得力 如何依靠耶稣 我相信一切有神的权并 是神的时间 神掌管的 这样的时候 什么事发生都好 我们都不惧怕 因为知道神掌管一切 第二就是分辨真理 是明白真理 知道什么是假 哪些是真的 也都帮助人去看圣经 我见到太多人 就算有些人跟我讨论 关于每日 我发觉他都不 用圣经的 他不是用圣经去证明 我们是需要用圣经去证明 圣经如何证实 我们所信的道是什么 而我很清楚说一件事 就是我们所信 一定有圣经的证据 而有些意念 是圣经没有清楚说的 我们不能够作为教义 只能够参考 不能够作为教义 而那件事 如果违反圣经的原则 我们一定不能够跟从 然后忍耐到底 什么情况 就算现在疫情 我们都是靠主 忍耐到底 靠主有喜乐 有力量 完成这个大使命 不是只等到末日的时候 现在都去传人福音 现在去见证耶稣 不要被群体压力影响 就是说 有些人跌倒 我们不跌倒 还有 就算基督徒怎么软弱 增为基督徒怎么软弱 我们依然 靠主站立得稳 并且去影响他们 帮助他们更加有力 还有 不向恶势力屈塞 现在这个时候也好 有任何的恶势力 逼我们去不信耶稣 我们都靠着耶稣 站立得稳 靠耶稣得成 不惧怕魔鬼的势力 而有勇气 挺身昂首 在受逼迫的时候 挺身昂首 在任何的时间 都站立得稳 还有习惯聆听神的声音 被神去带领 我自己真的被神的带领 我现在是很想 很想有写几本书出来 是帮助人 有很多是会用电子版本 送给人的 根本就是 完全是送给人 想帮助到人 和神的关系 在末日子站得稳 我心态就想祝福 这也是圣灵跟我说话 带领我的 希望大家都会靠主 真的圣灵带领你 还有有生命危险 我们都不惧怕 因为知道 神一定会纪念 神一定会赏赐 而我们做全心委身的基督徒 我们现在都更有力量 到受逼迫的时候 力量更加大 因为你每一餐饭 都一定要 不是借饭祷告 不是只是借饭祷告 是一定要靠祈祷来得到食物 这样的时候 是只有全心依靠神的 亦当时有神迹歧视 而今天开始 见到人有病的时候 你就为他祈祷 不是否定他去看医生 他可以去看医生 但亦都可以同时祈祷 去信靠耶稣 亲近耶稣 为病人祈祷的时候 一直相信神爱我们 带领祂 神在爱我们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享受耶稣 神的同在可以带来医治 今天就靠主作刚强的人 满有能力 在这个时候 我会唱一首诗诗 靠着耶稣得性 就是说 靠着耶稣 我凡事都能作 我能够得性 在一切的事上 得性有余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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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万一众 哎啦 prescribed Diese诗诗 anchor 多谢耶稣 荣耀中赞归给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耶稣你真好 耶稣是得胜的主 在你爱里 在你爱里 我要宣告 愿若已得改变 在你爱里 我要宣告 你是王 在你爱里 我要宣告 我不必最终打转 是你带领着我得逝 靠着耶稣得死 靠着耶稣得死 终之心要靠着 住外去得死 靠着耶稣得死 靠着耶稣得死 不必经怕挫败 靠着耶稣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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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打转是祢 带领着我得死 靠着耶稣得死 靠着耶稣得死 终止生要靠着主爱去得死 靠着耶稣得死 靠着耶稣得死 不必经怕挫败 却指主人更光复 使祢带领着我得死 靠着耶稣得死 靠着耶稣得死 终止生要靠着主爱去 靠着耶稣得死 靠着耶稣得死 不必经怕挫败 却指主人更光复 使祢带领着我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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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着耶稣得死 靠着耶稣得死 全心以靠神的基督徒 让我们知道 就算今天 我们活着 也不是单靠食物 而是靠神 神口里所出的一切 如果神给我们 我们今天都可以离世 如果神给我们 我们今天都可以失去生命 但是当我们走在神的路上 先求神的国同的义 这一切就加给我们 我们爱神的时候 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 求主帮我们 全心爱祢 耶稣 我爱祢 都会愿 耶稣 我需要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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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都会愿 也是 预备 我 耶稣 祢 我 得愿 耶稣 我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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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永远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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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永远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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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永远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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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 耶稣 并且去遵行你的道 就是我们的食物 因为神所喜悦的神必定保守到底 我们就全心跟从你耶稣 我们全心跟从你 我们靠着耶稣得胜 我们靠着耶稣得胜 我们靠着耶稣得胜到底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我们从主得力 从耶稣得力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我们倚靠神 每一步我们倚靠神 神一定起月 神一定赏词 神一定纪念 神一定祝福 神就提升我们的生命 愿意我们生命被提升 真是进入神的最奇妙计划 进入神最美好的计划 现在就进入 现在就进入 哈利路亚求主帮助 我们现在就进入 将来的机会少很多 我们现在可以上网传福音 将来不可以的了 在大灾难的时候 不可以上网传福音的了 现在我们可以上网做很多事 我们可以上网做很多训练 我现在在非洲 我也都会尝试在不同的国家 再扩展这个网上的训练 你在YouTube 在Facebook 页目那里会见到的 见到我去列国 你可以去学习 靠主使用我们的生命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荣耀归美天父 跟从耶稣最好的 祈祷奉主耶稣 圣命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子已行在地上 愿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愿同我们免到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并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 我们的圣灵的感动 力量和激励 想与我们同在 激励我们真是全心跟从耶稣 全心爱主 毁身是奉神 我们整个生命就被神提升 真的 耶稣快要回来 求主帮我们 保守我们 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站立得稳 靠主得力 一直站到稳 到末后的日子 仍然站立得稳 被主所称赞的 哈利路亚 主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